OT 時間 小小經濟佬 今天經濟佬如果大家有看的話題就不是講張不常 話說張不常 他的經驗就很少 很高調的言論 他的微博上一次update 已經是一年前了 其實我都幾覺得就不是他寫的 就算是真的他寫的話你也可以當不是他寫的 因為不要說沒有什麼經濟邏輯奇怪之外 其實這篇文章你放在一個A級的經濟水平也不是很合格的 我不重複了 有些內容今天講過了 大致上他認為現在中國的消費問題 第一就是他認為消費是來自於受財富影響 而現在中國的財富是因為房地價的問題 所以他提出幾件事 第一就是讓房價自由浮動 以及要將通脹去到6% 然後才跌到4% 我覺得這個是完全不奇怪 但是那個有幾奇怪法 那時候我做節目就說了 這部分我想 是不是代表我們要否定將不常的貢獻 我覺得不是 因為我是中學讀經濟 中學大學也是 我對經濟也很有興趣 雖然我的學養水平很皮膚 因為沒辦法大學那時候只顧著打球 我懶惰 又不是看很多資料 雖然那時候有Joe Chan有份教 但是學不到半點皮膚 大家不要以為我有多厲害了 讀經濟 我純粹是大學讀Econ 不過我很有興趣 其中一個緣起就是中學的時候 因為中學的時候 我讀高技 我教我的經濟的老師 他也是抗UEcon畢業的 他就上了張不常的課 他得到他某部分的珍傳 就是很喜歡吹水 吹水吹水很開心 那時候講張不常 就有講到他那本出名的書 就是賣吉者賢 我認為那時候我都看得挺沉迷的 當時張不常 當時有很多姊妹 現在就沒有了 那時候有很多姊妹 她的專欄也是挺受歡迎的 她帶出幾件事 我認為她帶出幾件事 她的學術水平 我不敢說她的學術水平 我不敢說她是否強勁 是否很頂級 是否值得拿諾貝爾獎 但是她的學術水平 都是學界是應該肯定的 她很早在芝加哥大學做研究 然後她在82年 在Kong U做經濟系主任 然後到2000年18年 就是我入U之前一年 她退休了 所以我有點可惜沒有上課 她的學術水平是受肯定的 但我覺得她有幾件事 是挺影響到我 就是她覺得 如果你要解釋經濟學 首先你要找一些很貼近生活的例子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她很認為經濟學不只是讀死書 不只是學術上 你是要去人間生活去體驗 從一些現象去做實證 然後找出結果 其中一個最經典就是這個 為什麼她叫賣吉者言 因為這本書其實 她有很多折錄她有種過三文魚 她有賣吉 因為她是透過賣賣的東西去理解價格上 為什麼會有人賺錢 為什麼會有人賣得比較貴 為什麼會有人賣得比較少 她想實踐的理論 所以生活化 要實證 做實驗 第三件事就是 她不一定要用一些很高深的模特兒 數據去解釋經濟現象 所以她的文章是很好看 很好看 很容易看 有什麼值得說 大家可能比較有興趣 她其中一份很引以為傲的一些文章 就是她在改革開放的時候 去預言中國的經濟發展 是怎樣去 即是會一個經濟高速增長 當然你現在說 只要大家都會說 可能是人都知道 是會高速增長 但不是每個人都懂得用經濟學去解釋 而她用的經濟學 她有一兩款經濟理論 她經常掛在後面 她是很推崇產權理論 所以她開口埋口都是高斯定理 以及佛利文 佛利文是沒有關於產權的事 那就是高斯 還有一大堆 我忘記了幾座 另外她很喜歡用交易成本 去解釋一些事情 所以我都被她受影響 其實我是很喜歡用產權和交易成本 去嘗試解釋一些現象 或者一些行為 在我眼中 我和博士對經濟學的看法有些少許不同 當然她是功力深厚很多 但你怎樣看經濟學和有些少許不同 我認為是科學 以及我認為是用來研究人類行為 我幾年前去 不是用來打J 為什麼我會這樣斷延香港的金融市場 或者股市 其實就是交易成本越來越高 這個我也講過 對我而言成本高的 市場就會萎縮 其實是這樣 所以你說如何處理好 譬如任何股市 你起碼一件事 如果你除了demand supply之外 就是交易成本 好了 今天我不是想說這件事 他賣的借源 有些文章的確很好看 我今天想 剛才我也忍不住 我忍不住立立這本書 我發覺一兩篇 真的挺有趣 不妨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樣用經濟學去分析一下一些事 一些事 這篇文章是這樣的 1984年 五月寫的這篇文章 1984年 即是他今接近四十年 這篇文章 三十九年 九七的兩個基本困難 這篇文章就是這樣的 好了 但在講之前 我要找一篇文章 先找一篇文章 先找一篇文章 給我一點時間 找到了 好了 大家放心 一定是講經濟 他就說 中國的法院 不肯明確地放棄權利 或者將權利轉讓 那麼香港企業的權利 就無法清楚地界定了 即是說 在兩權都不棄 或者兩權都不減 講的是主權和治權 先戴上頭盔 現在當然中國是理所當然地有所有權 當然 中國的部分 所以 這純粹是經濟學的分析 在主權和治權都不變 或者不減的情況下 真正的港人治港 或者制度不變 是不可能的 不是說中國對香港沒有誠意 也不是說中國不會盡力保障香港的經濟繁榮 和維持社會安定 重點是 如果中國不肯明確地放棄某些權利 香港企業的權利就會引起混淆 那麼制度就改變了 舉個例 例如A A是一間商業樓宇的業主 他有產權和使用權 B就在這裡開一間酒樓 A就跟B說 你儘管去開酒樓 我不會收你租 我是不會理你如何管理酒樓 你有困難的時候 我甚至會資助你 你可以放心投資 但是使用權 或者治權 我是不會放棄的 你想想如果你是B 你想租這個地方 你想開酒店 不是開酒家 A這樣跟你說 你會怎麼想呢 B就會想 無論A的條件有多好 多優厚 多有善意 但是B的行為 絕對不會跟他有清楚而固定的權利一樣 即是說 B是有清楚權利 因為如果A和B說 我有權 但是我不會管理 B就會想 為什麼會有人有權不用呢 如果你有權不用 那你要權利做什麼呢 即是說 只要A有權的話 阻嚇的能力就已經存在了 即是說 有權在手 但不用的人 無形中 其實都是有權 無論他善意說得多詳盡 B的權利 都不及得A跟他說 那權利是給了你 你拿去用 你好自為之 在97的問題上 中國的執政者好像說 香港人的產權不變 但同一時間 他又說主權和治權是屬於他們的 這兩個說話是有矛盾的 就是因為中國的執政者沒有說 沒有說香港人的產權不是我們 不說這句說話 加以保障 就解決不了一個國家兩個制度的困難 如果說了這句說話 不代表沒有困難 但是 也還有其他困難 但其他困難原則上可以解決 我不知道大家明白不明白 我猜大家聽到可能是一塊水 OK 這裡我補充一點 可能我覺得不好 產權理論的占妙其實就是這樣的 那個理論就是說 只要我清晰界定那個產權 我假設這個世界有兩個parties 他們自然就會解決到這個問題 例如 例如 我有一個地方 我外面有個空地 有人想泊車 那怎麼辦呢 如果你泊車就阻礙我的店 那我可不可以收回你的錢呢 產權理論就是說 只要在一個合理的交易成本之內 你只要界定到的產權 譬如屬於對面那家人的 或者這一家人的 或者店家的 市場自己會調配到一個 最有效率的用法上面 譬如會不會店家收錢 總之市場會自己搞定到 但是最怕就是什麼呢 最怕就是產權界定不清晰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只要產權變了的話 遊戲的贏家和輸家都會變 所以我們讀經濟就是怎樣 我們就要研究市場規則 遊戲規則就會定輸贏 以前的遊戲規則我就這個贏 現在的遊戲規則我就這個贏 譬如我們買演唱會票 如果沒得炒黃牛的話 就可能誰最有時間排隊的人就贏了 我排三天三夜我就贏了 如果有黃牛的話 就可能會變成誰最有錢的人 所以遊戲規則就會改變誰贏家和輸家 分別我們就不是研究誰贏家和輸家 哪個制度好還是不好 我們就看看哪個制度 是能夠產生最大價值和最少的候選 如果每個人都要排隊的話 這就是很大的候選 所以某程度上 其實黃牛為什麼會存在呢 就是因為他解決了這個問題 有人願意用錢去買時間 經濟學就是類似這樣的事情 哪個方法比較好 我們就會認為哪個方法 交易成本越低就越好 所以如果一個真的懂得讀經濟的人去管治 他就會研究哪個方法 交易成本最低 包括管治方面 包括管治 用什麼方法最低呢 民主是一個交易成本很高的方法 他不是追求效率的 不過這就去到政治了 我們不要探討了 我們不要探討這件事 所以香港以前是一個 大家有興趣的 你可以看看以前的方法和現在方法 當然現在好很多 因為現在又亂轉字 但資金就會由一個低成本 追逐一個高成本 不知道大家明白我講什麼 所以這篇文章是40年後看 《經得起變化》 在我心目中 他也是一代的大師 經濟學對我來講 對我啟發也很深 其實有興趣 你現在上網也下載到了 邁吉謝賢 他有很多很基本的東西 其實也好看 邁吉謝賢 是最能表達到的那種 即將經濟學能夠在一個民生 一個生活 社會現實實例裡面 apply到的一些東西 所以在我心目中 我讀經濟就不是讀 什麼加不加息 什麼銀行 這些是finance那邊 真正的經濟學 是一些很人類行為的 而我覺得是很有興趣 拋轉引玉 如果有高手能夠 如果有任何意見的話 就歡迎留下 畢竟我不太會講經濟 以Joe Chen來說就會好很多 今天時間差不多 看看網友還有沒有什麼特別評論 OK KM OK 印度 是 是 是 台積電現價 可以現價 台積電 看看 台積電 都會升了一兩成 你不用去追求它 如果 唉 真是難說 這個是一種可以儲的股票 先等下 好 感謝支持各位萬安 明晚十點鐘 未告焚法路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